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每天那么认真的读经祷告 耶稣会给我什么礼物啊 哦,我们思想 我们这属上帝的子民 上帝要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 诗篇149篇 属神的子民要领受上帝很大的礼物哦 这段经文 神答应我们 神要给我们很大的快乐喜乐 第二节 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 愿邪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 上帝要把好大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 不但这样子 当我们遭遇危险的时候 上帝要赐给我们拯救 因为耶华喜爱他的百姓 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 使得神要救把我们 并且当我们遭遇困难 甚至敌人攻击的时候 上帝带领我们胜过敌人 第七节 我要报复列邦 刑罚万民 第九节 要在他们身上 实行所记录的审判 我们要经历神率领我们 胜过困难 胜过敌人 而谁可以领受这么大的礼物呢 经文让我们看到 神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 谁是谦卑人 就是常常在神的面向神祷告 呼求神仰望上帝的人 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 神要帮助我们 并且整个视频149篇 不断强调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向耶华唱新歌 在圣明的会中赞美他 就是帮助我们唱新歌 新的旋律 新的对神的爱 新的对神的经历 来赞美神哦 而这一章的要解提醒我们 因为耶华喜爱 他的百姓 他要用救恩 当作谦卑人的装饰 愿每一个小朋友都成为谦卑人 得到神的喜爱跟拯救荣耀 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您 你是我们的喜乐 你是我们的拯救 你是我们的帮助 带领我们得胜一切的敌人危机 让我们经历你的奇妙与保护 让我们常常向神祷告 也开口向神赞美 叫神的大能 得着我们保护我们 谢谢主 祷告仰望 奉耶稣的名 阿们